各位国学堂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今天早上和大家分享《论语子录》十三篇,第二十五节 孔子说,君子义士,而难越野 意思就是,在君子的手下做事容易 但是,淘他的喜欢是很难的 越知不已道,如果你用不正当的手法来讨君子的欢喜呢 不越野,他会不高兴的 为什么和君子共事,在君子的手下做事容易呢 因为君子啊,他多半是爱人的,多半是平易近人的 他比其他的人好相处 但如果你想要做什么事情讨好他 那就很难了 我想各位应该有这样的体会 因为君子他是有原则的 但是他又宽宜待人 所以和他相处容易 但是淘他的喜欢是不容易的 集其识人也 识人就是用人弃之 根据你的才能来使用你 他会用人所长 这就是君子 小人难适而易说也 和小人相处呢 很难共事 但是容易淘汰他的喜欢 你只要摸到他的心里 稍微迎合他一下 他就高兴了 他很容易高兴 很容易被别人奉承而高兴 让小人高兴 虽然用不用正当的手段 但却能够叫他高兴 不过小人呢 他用人的时候就求备也 他希望这个人呢 这里也好 那里也好 希望这个人是完全的 为什么呢 因为小人用别人 他不是用人之常 他不懂得体谅别人 对别人是无限的要求 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所以我们做领导的 你是君子还是小人呢 君子好相处 但是呢 不容易讨好他 小人呢 不好相处 却很容易喜欢听奉承的话 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是君子还是小人了 我们再看 我们刚才听到 看到这个小人呢 用人的时候 他希望这个人 这也好 那也好 这提醒我们做领导者 用人的时候 不要过分的要求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 他能够办好事 他有长处 就让他去 我们不必求权 如果我们希望 每一个手下 都是孔子那样 道德又好 才能又好 有时候不太可能 如果像孔子一样的人物 来做我们的手下 我们自己又是一个什么子呢 子在古时候是尊称 那我们又得 是什么样的人物 才能够承担 他们在我们的手下 办事呢 所以啊 不是说道德不重要 很重要 但是在才能方面 许多方面 我们不要像小人那样 求全的心理 二十六节 君子态而不骄 小人骄而不态 这里呢 又是君子和小人的对比 君子啊 很舒态 这个态呢 有很多种意义 包括心地宽宏 胸襟开阔 光明爽朗 这就是态 君子胸襟是开阔的 内心是光明爽朗的 但是态而不骄傲 他的态度呢 又是不骄傲的 小人骄傲而不态 小人骄傲 但是不太不太然 他又很自卑 心境放不开 但是他表面呢 又很骄傲 其实里头不太然 所以你不要以为 他外面很骄傲 其实他里头放不开 他里头没有光明 他不太然 他不安泰 他没有平安 二十七节 孔子说 刚义木论 敬人 这里有三种品性 第一种是刚 刚强 很刚强 你叫他做合理的事情 他绝对不干 义呢 是毅力 果敢 有决断 木论 看起来好像笨笨的 其实很厚道 朴实 这三种啊 结合在一个人身上 这个人 就是人人君子了 就靠近人了 其实这三样 只要有一样 就接近人了 其实这里还有一样 木就是 看起来好像笨笨的 那 那就是少说话 少说话也是一种智慧 我们说 有言论的自由 但是我们也有沉默的自由 应当沉默的时候 沉默是一种智慧 愚昧的人不懂得说话 但愚昧的人 起码要追求最底线的智慧 就是能够沉默不说 这已经是有智慧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